要讓都更政策再進化 陳時中參觀都市再生願景館 滾動式調整 做足功課 用換西裝比喻都更 陳時中要組都更特戰隊 首先鎖定17處整建住宅 84處海沙屋 110處危險建築 強調公權力介入 翻開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 統計數據 截至今年6月 全國住宅屋林有34% 超過40年以上 但光看台北市部分 90萬戶住宅就將近一半 屋林超過40年以上 也是僅次於雲林和離島 澎湖馬祖外 房屋老化比率最高的現實 特文者八年處理不聊的難題 陳時中要接手做大道闊斧提解方 包含未來都更處將增加人力 提升行政效率跨部會協調 十二區成立專案辦公室 減少行政延檔 同時集合民間團體力量 推動台北全面更新 可能建築師的協助 然後有單一窗口 甚至是要簡化行政流程 可以讓這些速度加快 陳時中要讓台北進化 公布具體做法 絕非只是喊口號 要用政策搶選票拼勝選 三天新聞請問 請永遠播台北報導